三十坪大的房間 堆滿了垃圾與雜物 幾乎沒有佔的空間 醫護同仁與慈禧之公五十人 接力從五樓船下一樓 還包括二十公斤的廢棄冰箱 來 來 我已經大了 大開到時間來 學弟來 學弟來 幫忙 事先的師兄自己陪伴 他們已經有錯過一個初步的整理 雖然現在看起來 還是相當的凌亂 那我們就是把垃圾打包 然後待會要做清掃 然後可能我們還要看看 他現在用藥的情形 花了兩小時 終於騰出空間開始打掃 暗家住著三名年約三十歲的兄弟 都是身心障礙 中度自閉的老二 洗腎且高血壓 腎臟科醫師紅絲群 現場關懷與胃教 用掃過程中 不時出現蟑螂老鼠 年輕的同仁難免驚嚇 城市中還有如此不堪的家庭 讓他們印象深刻 其實以後如果遇到 類似的個案的話 我們會比較設身處地的對他們想 就是說他們家裡是不是需要協助 是不是要通知一些社福機構 能夠幫忙的地方 因為我們只能在醫療上面幫忙 我覺得這應該說是 算是全人醫療的一部分 就是我們本來就除了要醫病之外 也要就是瞭解他們的 比如說家庭環境 他們的背景 比如說像是我們一個長者 他如果來住院 我們要知道說 到底他的家庭資源怎麼樣 目前三兄弟由阿姨帶為照顧 阿姨也有暈眩症 面對醫屋的雜物力不從心 醫療團隊與志工的幫忙 免除了他的擔憂 一個早上 環境初步清理完成 後續志工將把搬出的垃圾分類 雖然天氣悶熱汗流如雨 但讓年輕同仁健苦之福 培養醫護的慈悲心 大約新聞劉榮 張震榮 台北報導